大家看到 136 頁 147 經 好 我們看 它說有這麼一天 佛祝肢體逐元經社 好 那麼這裡有一個新名詞叫肢體 那這個肢體有幾種解釋 第一個它叫做積聚 第二個就是塔廟 塔也叫做肢體 第三個有一個國家叫做肢體國 然後第四個在王者城旁邊 有一個山叫做肢體山 這裡長的肢體應該是指這個 這個肢體山就是指這個 因為肢體國是佛陀在世的時候十六大國之一 這個國家佛陀從來沒有去過 就是說在經典的記載中佛陀從來沒有去過肢體國 它就在拔茄國 喬喪彌那邊 但是佛陀沒有去過那個國家 那這裡寫的是竹園經社 佛祝肢體竹園經社 佛祝肢體竹園經社 那竹園經社就是竹林經社 那竹園經社就是竹林經社 當然有很多竹園 像這個 但是這裡應該就是王者城 王者城旁邊的竹林經社 竹園經社有時候也是竹林經社 有時候叫做佳蘭提竹園 佳蘭提竹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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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為什麼呢 等一下我們來看 為什麼這裡應該是指肢體山 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六百四十六頁 六百四十六頁 最後了 六百四十六頁 這個阿涵經要最後了 第五十卷的 六百四十六頁 好 最下面那個經 二十一經 一四六四 雜喊是一三五一經 有沒有 他說 這裡也有一經 他說 有這麼一個時候佛住在王舍城 佳蘭陀竹園 十有眾多筆園住 肢體山側 好 那麼 所以這裡的肢體山側 那麼 這個可能是這座山 也有可能是這座山有很多塔還是什麼 不想 不過它叫肢體山 那後面寫的是 筆體西山 好 那不管 就是說我們翻回來 看到這個佛住肢體 那我們這樣看很容易覺得是在肢體國 但是佛從來沒有去過肢體國 所以它不可能是肢體國 那它這裡應該是要不是肢體國就是肢體山 那肢體國有沒有足園經色我們不知道 但是佛沒有去過那裡 所以它不可能在那裡住 好 這是第一個 那所以應該就是肢體山 而且依照我們剛才看的那個經 一三五一經來說 它應該就是這裡的足園經色 基本上就是佳蘭陀足園 那而且它這裡還有一個就是 有三正式出家餵酒 所謂阿納律 難提金彼羅 好 那這三個人 這三個人大概都是在佛陀 這三個人是加彼羅為國的 那在佛陀 第六年 承到第六年 這是很早的 佛陀承到第六年的時候回鄉省親 親犯王生病 那麼派人來跟他說要見佛陀 那佛陀回加彼羅為國 從王舍城 王舍城到加彼羅為國還蠻遠的 中間還要經過屁舍林 然後經過喬沙羅國 然後才到加彼羅為國 大概這樣 那佛陀回去的時候 這個魏金彎王說法 說法 金彎王依據這個經典說 回去魏金彎王說法 金彎王得出國 好像回去兩次 那第一次回去的時候 就是魏金彎王說法 那麼在那裡待了七天 七天完之後就回去 從喬沙羅國要回這個王舍城 那走到半路走到墨羅國這個地方 就是墨羅村或是墨羅國 墨羅這個地方 墨羅族的啦 這個地方 那有七個人 那有的說八個人 那但是不管幾個 基本上我們講七個好了 有時候七個有時候八個有時候六個 應該是七個或八個 好 有七個人從加比羅二國追過來 然後就在墨羅這個地方 希望跟佛陀出家 那這七個人裡面 這七個人裡面很有名的 我們看有些卡通在編那個 優波里出家 有沒有 就是那一幕 優波里 優波里 就是有六個人或七個人 我們講六個人好了 這六個人帶著宮廷的禮法師 就是優波里 優波里是宮廷的禮法師 他不是擦地利的 不是王主的 他是比較健壯 那麼就帶著優波里要去 他本來可能就帶著他去剃頭的 我想 就帶優波里要去剃頭的 那麼他們追過來 那麼要跟佛陀出家 那那個時候 這六個人基本上就是 這三個 阿納律 然後難提 金皮羅 另外還有阿納 提伯達多 還有一個拔體 就是這七個人 有七人 有的時候有八個 我們講七人 那七人裡面主要是這六人 六人有王主的 差地利主的 就跟佛陀一樣 應該是表兄弟啊什麼 那麼差地利的 那這六人裡面主要就是 阿納律 他們都是王主的 阿納律 阿納律 阿納提伯達多 這兩個是兄弟 另外還有所謂的金皮羅 另外一個就是這裡的難提 難提拔提 難提拔提我們比較少 少見過 不過難提 難提是起始第一 正案裡面叫做起始第一 就是他起始的威夷啊 然後他都是堅持起始 那起始時候 不左右故事 那麼一心 然後威夷很好 然後就是起始的時候 那麼也不會去看 人家給他的是什麼 反正就是他在起始上 正案就是啊 正案有很多什麼第一什麼第一的 他起始第一 那金皮羅比較有名的是獨處 或是禪坐 那就是他獨處 獨一進坐專精修行 那這三個人 這三個人一起修行 那有特別為他們講的 中華人有一部就是為這三個人說的經 那這個就是這裡一個 金皮羅難提跟阿納律 這三個人 那佛陀另外有一個 這是六個人 一二三四五六 另外就是這六個人帶著誰 帶著幽玻璃 那這三個人幽玻璃 這個都是很年輕 這些都很年輕 年少出家 而且剛出家不久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表示說他佛陀那個時候 他們剛出家的時候是佛陀 佛陀回鄉省 乘到第六年 乘到第六年 第四年度捨立佛跟穆劍年 那第一年就 第一年就度這個 最早的就是傅羅納跟大家參與 這兩個人也是 這兩個人是很早的 最早的 吳比丘當然是最早的 吳比丘最早 吳比丘最早 再來就是傅羅納 那麼傅羅納跟大家參與 然後他們兩個人 正好的話就是回他們家鄉 回他們家鄉 然後就度耶舌室友 然後再來三加社 然後三加社完就是 捨立佛目見人 然後大加社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 第六 然後對之前 之前是 之前是羅浩羅 羅浩羅跟蘭陀 因為他回鄉省親的時候 把就在加比羅惟國 在加比羅惟國 那麼羅浩羅跟蘭陀就出家了 那只有這兩個 那這些也是他們的堂兄弟 佛陀第七天 講完第七天要回 回竹林經社的時候 在半路 那麼他們就一直追過來 然後就在那裡出家 所以也是很早的 那個算是比較早期的 早期的 那這裡是講特別這三個 金皮羅 那幽波里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 這些人都追去 這七個人追去 那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擦地立足的 這個是宮廷的理法師 那我們想說 他可能是 這六個人帶著他們 要去剃頭的 因為那個時候出家要剃頭 結果佛陀先讓他出家 佛陀先讓幽波里出家 那先出家了 要做前面要禮拜他們 所以提伯達多就很不願意 提伯達多好像是六個人裡面 最後出家的 最後出家的 那這六個人 這七個人裡面 那麼 阿納立 阿納立 阿納立得天園 在當時 出家沒多久得天園 阿納立還沒鎮國 阿納立是後來佛陀 在教他才在鎮國的 還有舍利佛 那麼 阿得天園 提伯達多得禪定 根據記載 得禪定而已 那麼 阿納正出國 其他都正阿羅漢 阿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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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在很早的 那麼 他們在那個地方出家 就跟著佛陀一起回到竹林金色 所以如果照這樣來看 這個肢體就是應該在竹林金色旁邊的肢體山了 因為這個是很早的 那那个时候只有 那个时候的金色只有一间 叫做竹林金色 还有第六年回乡省群的时候 第六年回乡省群的时候 靖范王在加比罗古 也为佛陀盖了一间金色 叫尼基律元 因为佛陀要回去就是为他们盖了一间金色 那佛陀第四年就度了 旁边就有一千两百五十位比丘了 那前面的六十三个人 就叫他们一个人走一条路去度众生 所以他旁边有长随重一千两百多个 那所以 那个时候也没有很多间金色 齐远金色都还没有 齐远金色应该是 后来不知道第八年还是第几年 然后徐达多长者去王舍城的竹林金色 然后因为他去那边 他去王舍城经商 然后刚好他的朋友要供养佛陀 那连夜都在忙 他这个徐达多长者很好奇 你是要供养国王啊 供养国王你也不用全家忙到这样 叫庸人做就好了 他就跟他讲 我要供养佛陀 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佛法还只在王舍城附近而已 然后他就很好奇 这一家人整天忙 忙了好几天 没日没夜的忙 为什么谁这么殊胜 后来他就要去 去了听佛说法 就证出国 证出国回去就要找地给佛陀盖金色 那才后来才有奇缘金色 才有几树戟孤独园 这个几树戟就是虚达多长者 然后才开始又有一间金色 所以第一间应该就是竹林金色 然后要盖之前 那么在回乡省清那个时候 那已经有 已经有这个 凝聚绿元金色 那但是佛陀 比较少去那里 就是他去那边 只是在那边住而已 那奇缘金色 第几年盖 还要再查一下 那基本上就是竹林金色是第一间 那有边来讲说 奇缘金色是第二间 那所以我们现在 他说有三正式出家为酒 这个是阿纳律 阿妞罗陀 阿妞罗陀 其实是阿纳律 难提 金毗罗 难提拔提 这六个人 难提拔提 他有时候连在一起 那这三个人 有张阿涵也有专门为他们讲的经 那他是写成这个什么 中阿涵七十七经有一本经叫做 说基第三族信子经 我看看有没有写 说基第三族信子经对 他是这样写的 很要再写 那这三个人名字常常连在一起 这三人可能跟 这三个人可能就是他应该是堂兄弟 那感情很好 那感情很好 所以三个人一起住在一起 所以你在阿涵经里面有时候可以看到 说基地 三族信子经 说基地有时候叫说祁国的样子 说祁 他就是乔萨罗国的一个旧都 乔萨罗国的一个旧都 乔萨罗国 就是王舍城 新都是王舍城 小萨罗国 国王是波斯尼罗 然后后来 加比罗国其实是他的附庸国 佛陀的加比罗国其实是他的附庸国 那他的旧都 说基地主 三族信子经 有这么一本经 就是讲这三个人 中阿涵七十七经 那么 就是 这个是说祁国 他这个 这个都市 这是一个都市 这个是一个都市 就好像守卫城这样 那这本经里面也是讲到这三个人 但是这里讲的比较简单 他里面讲的非常多 就是这三个人刚出家 刚出家 年轻嘛 而且是年轻的 应该是 我看应该是二十几岁而已 因为佛陀二十七岁 那佛陀跟提伯达都算是里面 那些堂兄弟里面老大的样子 金万王 金万王是大哥嘛 其他都是一些 百万丸 金万王 白万王 甘露放王 胡放王 佛陀有四个兄弟啊 他是老大 就是大伯 金万王 白放王 甘露放王 他好像只有一个儿子 金万王好像没有其他儿子 就生一个 那 那 姐妹两个都嫁给静患王 也有说没有 不知道 反正就是 难陀 假设大爱道也嫁给静患王 那么难陀也是静患王的儿子 如果不是 他就是他阿姨的儿子 就是表兄弟 如果是的话 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静患王 静患王的儿子西达多 西达多出家 他是29岁 回乡的时候6年 就35岁 35岁 因为他静患王是长子 所以他的儿子应该是最大的 其他人的儿子不管多大都不会比他大 基本上是这样 因为我没有研究不晓得 那么 如果是35岁 那他们这些阿纳律 阿纳律 这些人出家应该都是20几岁而已 因为年纪比较小 所以他说年少出家嘛 那父母都很不舍 阿纳律的父母 还有金皮罗 拔体的这些父母 都是王子 所以大部分应该是不到30岁 刚才那六个人出家都不到30 提波达多可能大一点点 那应该也比佛陀小 因为他们都是这些他们弟弟的儿子嘛 那照理讲老大的儿子都比较大 而且又低一个 所以他们都很年轻 那佛陀曾经去 也是为这三个人 就是这里 这里 一世气经的这三个人 金皮罗 难题 还有这个阿纳律 就跟他们讲 你们这么年轻出家 那你们 因为他们以前是过快乐广主的生活 你们能够在 这个安心修行 如来正法律中 安心修犯恨吗 年轻啊 那就是讲他们两个三分三个都不讲 这个是杂汉刚才我们讲去七经里面 中阿汉去七经里面的 说基地三足信子经 南传的中部也有 一样讲的这个 他们说你们也不是因为国王的逼迫 也不是因为盗贼 也不是因为怕鬼 也不是因为 就是他也不是因为欠战 也不是因为不好生活 他们都是国王啊 这三个人都是国王的王子啊 他们也不是因为贫穷 也不是因为年轻啊 也不是因为生活不好 也不是因为欠战 也不是因为国王逼迫 因为他们的父亲就是国王啊 或是他们是大臣的儿子 所以 你们出家 他就问他 你们是为什么来出家的 走上我们的时候为什么要出家 就是你们难道不是为了 你们难道不是为了要 要这个愿离这种生死的苦 然后发心来出家的吗 要解脱来出家的吗 其实就讲这些 那个经蛮长的 不过大概就为他们讲了这个 那个也是很早期的 那个也是很早期的 他们不久就证阿罗汉了 就是他们出家没有多久 就有四个人就已经证阿罗汉了 阿难是证出国 他们是同一起的 跟提伯达都同一起 不过优波里是最早的 然后提伯达都是最后出家的 大概这样 好 那讲到 那这里讲的就是比较简单 就是讲五运五我这个 好 他说 三正式出家为酒 那么三正式 基本上就是正姓出家 就前面这些正姓出家 怎样怎样这些 所以就三正式 那么所谓尊者 阿纳绿陀 难提金毕罗 这个时候 世尊知彼心中所念 而为教戒 就告诉他们 那么通常佛法 有说三种教戒 一个叫做神族 一个是他心 一个叫教戒 那么一般人讲是生口译 那么教戒比较属于就是 一般就是用言语 言语来劝戒劝导 那有时候会把法跟律分开 法叫做教授 就是律叫做教戒 教授教戒 有时候会这样 就是对于法 教导他们修行的方法 这个叫教授 那么律 就比较就是 什么不可以 什么不行 那类似像这样 叫教戒 劝戒的 有时候也会这么说 就教授教戒 那法跟律 那如来的正法律 这正法律 好 教授教戒 那这里 他说 因为他 佛陀知道 因为佛陀有他行动 那知道这三个人 刚出家不走 那心里面 知道心里面 他知道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 然后就 去告诉他们 那告诉他们什么呢 他说 此心 此意 此事 那么这里是比较很少见的 把心意识都说出来了 有时候讲心 有时候讲意 有时候讲事 那心意识的差别 这个部派就有在讨论 那什么是心 什么是意 什么是事 那我们简单的讲 之前我看那个大毗菩萨论 因为他这个要讨论 要一篇论文的 那一大毗菩萨论 简单的说法 有时候讲心 有时候讲 意大制度论 大毗菩萨论 讲的就复杂了 然后 意大制度论里面 比较简单的说法 就是 心是刹那身 刹那灭的 这个是心 意 就是相续的 比如说意志 意愿 它是延续的 心是指刹那身刹那灭的 念头 那么 这个 意就是相续的 就是前先 前念心跟后念心相续 那么 你所见的这个东西 喜欢不喜欢 要不要要做什么 因为意就 又包括有意愿 就是私心所 就起来了 那么 这些相续的是要意 那事就是了别 事先单只是了别而已 心事了别 然后意即作用 所以 意会对法成 意对法成 那个法成就是过去发生的事 或是未来 你想象的事 那么这些事 过去的事 一直在你的内心产生作用 那么你现在 境界已经不见了 然后境界已经不见了 那么你那个意还在作用 就 眼耳鼻舌身意 设身相为触法 所以讲到六根六成的时候就用意 那讲到心的时候 他基本上 就是讲到这个 讲到这个五蕴 就是这个面对境界的时候 就是心跟心所 他就讲 设受想寻事 或是十八戒的时候 眼耳鼻舌 不是 就是地水往往空事 就是十八戒里面 十二处里面有眼是耳是鼻是 就是事了别 在眼睛起了别 境界 叫做眼是 那一样 那在这个意 起了别 我想些什么 那认知了别 那么就叫做意识 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这个是比较简单 也比较容易懂的 那如果讲多了 就变成大弥陀生讨论的 什么是心 什么是意 什么是事 那一般我们所知道的就是 就是那个为事的 那 这个 这个是六事 这个意是第七事 这个心是第八事 就变成这样 就六事 七事 八事 那这个也可以清楚 但是一般人 这个名相比较不知道 事就是六事 事就是六事 六事就是眼耳鼻舌 前六事 就是感官 认识 了别而已 七事 亦是 很支持我 相续 支持这个我 那么心是第八事 就阿拉野 阿拉野 那这个是 维世的 一个说法 好 那心意识 心意识也有很多人讨论 这论文也有很多 那大皮包商里面有讨论 那我们用简单的就好了 太复杂了 就越讲就越 越复杂 有时候觉得 有时候的 有些论会帮助我们 有些论会解决我们的问题 有些论 本来我们只有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 没有解决又增加很多问题 这个论 我常常想 佛法里面 佛法里面是这样 你看 我们讲 经 像 余解释地论 解释 解释 杂阿喊的 有时候你看会帮助你了解 有时候你看 本来了解的又更不了解 就是因为它的名相 或是它的概念 更复杂 这个问题解决了又有很多问题 解释经的叫做什么 叫做论 那我们说论有很多种解释法 但是一般都比较着重 有部嘛 都比较着重在阿比达姆 我们说有三种论 哪三种 之前大家讲过 昆勒 摩丹里加跟什么 阿比达姆 那昆勒是重贯通的 贯通经义的 摩丹里加是 重大宗纲要的 阿比达姆就重分析 那么名相啊分析 总相啊别相啊这样 所以这三种解释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后来就比较偏向 阿比达姆的解释法 那么即使为是 尤其是因为讲是摩丹里加 摩丹里加 但是它还是偏重在阿比达姆 那原来阿比达姆 也不只是名相分析 原来的阿比达姆 意思不是名相分析 后来就慢慢变成 偏重在名 就好像路面有很多种格式一样 那么就变成这样 所以后来这个论就比较是阿比达姆 比较偏向阿比达姆 那其他的昆勒跟摩丹里加 就比较少见 你看那个 尤其是对论在讲论的时候 没有在讲阿比达姆 都讲摩丹里加 就是他们的那种习惯不一样 但是后来摩丹里加 也跟阿比达姆 类似的 所以你看那个尤其是对论 都有那个大皮佛梢的影子 都有那种习惯性 另外一个就是昆勒 那昆勒是 昆勒是中贯通精医的 他比较中贯通 贯通精医 精的 因为他解释精的 贯通精医 那摩丹里加比较重 这部经的大宗纲要 那阿比达姆就重 明相的分析 种相 别相 这些 很繁琐的明相分析 那当然这个论 这个都是论 那这种论 又有几种形式 我们说 一个是所谓的四经论 一个是中经论 四经论是直句解释的 那么中经论就是 以他的经义为主的 四经论跟中经论 那 比如说像大制度论 那么他就是解释 摩托波罗密经的 十柱匹菩萨论 是解释十地经的 它是足句解释的 那中论就是中经论 中论是 依波罗经的中议 经议而来造一部论 聚舍论 也是 也是中经论 它主要是依经部 那么架构是依有部 然后再用其他的部 那么合成一个佛法概论 它也是中经论 像往生论 那么它基本上也是中经论 那类似像这样的不太一样论 那我们说 论是在解释经的 但有时候 有时候论可以帮助你了解经 有时候越看你越复杂 那论看不懂怎么办 经看不懂看论 经不懂看不懂看论 因为论就是在解释经的 那论又要看不懂怎么办 解释论的叫什么 叫书 论书 解释论的叫论书 这里只有 这里比如说 波罗经 摩托波罗经有三十卷 到了大致论几卷 一百卷 一百卷还是有三卷的 没有三卷的不止一百卷 大致论已经要解释这三十卷 已经一百卷 而且还是三卷版的 如果没有三卷 不知道几百卷 那论书呢 书是在解释论的 所以有什么论书 那书看不懂怎么办 操叫做书操 你看有很多叫书操 什么书操什么书操 那书操 操再看不懂怎么办 笔记叫记 操记 有没有 记在看不懂 看不懂就不要看 我也不晓得 记刚不懂后面是什么 就操记 你看到他以为一种 什么什么操记 有没有 什么什么书操 有没有 什么什么论书 有没有 那什么什么经论 有时候直接经后面加个论 有时候经没有讲就讲论 比如说大庄严经论 那照理来讲 大致论就是 摩好波罗波罗蜜经论 其实是这样的 就经论 论书 书操操操记 那你看到这边都看不懂了 那你回头过来看这里 你就跟不懂了 都没办法 但是有一些 有一些真的可以帮助 像我们有时候看不懂 来看那个论里面怎么解释 也会帮助我们了解 但如果你直接看论 有时候反而看不懂 那这个就是 但是论其实确实可以帮助你了解经 帮助 但是要看它怎么写 那这个是我们中国比较传统的 经论书操记 记后面不知道有没有 我就不知道 我只知道到这里而已 这已经无成 已经看不了 看到这里再看不懂 你就不要看了 那你们会看 什么什么操记有没有 什么什么操记 什么什么书操 什么什么论书 什么什么论 那这个是论 好 那做论比较有名的 就是家长眼跟舍利佛 他们都是当时 都是在解释佛法 那都有时候就 类似像论的这种形式 但是他们讲的都叫做经 佛跟佛弟子讲的都叫做经 不叫论论 但是他们的形式 形态就是解释佛说的这一部分 有一点像论 后来佛弟子 就是舍利佛弟子 写的弟子 他在解释 这一些所谓流传下来的经 慢慢慢慢慢慢 后来就变成论 其实这样 好 他说 此心此意此事 你应该这样想 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想 那当思为此 莫思为此 那思为什么 就是应当思为什么 不要思为什么 就是你要怎么想 你应当这样想 不要那样想 例如像就像我们早上讲的 如果你遇到有人毁谤你 那么你应该怎么想 你不能这么想 当如是思维 不当如是思维 早上不是说吗 有人 有人 有人毁谤你 那么 你应该在意什么 你应该注意什么 你应该在意的不是 他为什么这么讲我 他讲我 怎样怎样怎样 越想越去 你应该在意的是 我是不是像他 我是不是像他 讲的那个样子 这是第一个 你应该在意的 那你应该注意什么 我是不是像他 那样去讲别人 你应该这样想 而不是想说 他凭什么讲我 他为什么这么讲我 他自己好不到哪里去 就看下想想 越想越去 然后这个就 这个你的心 就随着他转 那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心是随着正法律在转 那么你转的是烦恼 你转的是法律 不是烦恼 其实这样 那这里也是 这里也是告诉 这三位新出家的比丘 你平常的心要怎么想 那你不应该怎么想 好 那怎么想呢 因为这个是运相运 运相运 运相运里面都是讲 五运无我的 无常苦空无我 你要常常想这个世间 无常苦空无我 那么断此欲断此色 那色一定是色受想行事 那么就是五运 那五运就是断对此色的贪恋 如果他说断 就是断对此色的执着跟贪恋 我见我爱 已经这两个 就是你对于五运生的 我见就是对于五运心的执着 对于色受想行事的执着 那我爱是对于身心的贪爱 直取跟贪爱 基本上是这样 那所谓断此色 就是断对身体的执取 是色法 色身 这个色后面就加上身体 就是对此 你应当断对此色身的执取 断此欲断此色 身作正聚足足 那么因为色后面一定连着受想行事 所以他讲 身作正聚足足 那么就是你可以正果 就是解脱了 身作正也是你可以得解脱 那么比丘 您有色若长不便义正祝福 有没有这个色身是常住 不坏的 不便义就是不会变坏的 不生灭的 那么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的 那么正祝就是他一直都是 永远如此的 恒长不便义的 有没有这样的色身 您有色 后面就给他加个色身 我就比较清楚 因为后面就是受想行事 那么有没有恒长不便义 一直保持年轻 或是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的色身 没有 一般我们叫金刚不坏身 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真的有这种 可以一直 就是青春不老 或是长生不死 或是金刚不坏 这是一般我们常说的 有没有这样的色身 比丘说没有是尊 佛法很清楚 这个色身他就是无常的 他就是不敬的 他就是苦的 他就是无我的 有一些会变成 观这个色身里面 后来跟有些道家 或是外道 观气脉明点内丹外丹 修这个 然后认为他有一个 就是从里面 然后从这个色身里面去修 但是佛陀对色身的修持 他都不在里面 就从这个色身里面 然后去让他金刚不坏 让他红光身 强调红光身 然后语化身 就变化身 他这个一定会坏 那么你可以延续让他 久一点不坏是可以 如果你有禅定的话 就仙嘛 仙道 他可以延续让他 一节 可能可以几千年不坏 是可以的 那一节 如果真要算是满长的 给你一万年好了 一万年不坏 但是最后还是要坏 他也有个实线 他也有个实线 保存也有个保存期限 他一定会坏 因为有身必有面 所以你在这个身体上 用功 让他不坏 你可以延续是可以 像修仙道就是这样 成仙 就用这个身体 就用这个身体得到 是可以 但是他久了还是会坏 但是他可以延续几千年 倒可以 但是之后呢 之后还是要坏 所以佛陀知道 他的一贯的说法就是 他是无常的 他是不敬的 他是苦的 他是无我的 就是这样 那你不要从这个身体里面 希望能够让他静肝不坏 怎样怎样 没有 所以 他说 他说 有没有这样 很常不变异的射身 射身有没有可能 很常不变异 就是不变坏 那 这些比丘 就这三个人而已 金匹罗 阿纳律 跟 难提 那 他说 没有 师尊 佛就跟这三个比丘讲 只有这三个而已 佛就跟比丘讲 非常好 非常好 你要知道 为什么他现在跟他讲呢 因为这三个都正年轻 正年轻 年轻他有一些问题 那就是他对于 对于 比如说对于女色 或是对于这个未来 对于自己的身体 然后他也比较 自视他年轻气壮 然后对于女众 那么他也比较 看法也比较不一样 所以佛陀这个时候 因为他们刚出家 那刚出家心还不定 而且他们以前是 他们都是差地利的 王族的 那么他们都是那种 比较武裕比较重的人 因为你过那个富贵生活 年轻就过这种富贵生活 而且又年轻 而且就是王族 那一定也很多人追求 那你知道印度人都比较早熟 印度人 你重的话 有些十岁就嫁人了 印度十岁他就在嫁了 那通常不会超过二十岁 女众就嫁了 那如果你二十几岁 没有嫁出去就嫁不出去了 印度人 印度人很早熟 那男众也是 男众也是 所以这个时候佛陀 那么就告诉他们 就是类似你这个心 应该是他们也时候 心里面在想一些 在家的事 所以佛陀就告诉他们 佛陀会这样讲 因为他的前提是说 佛陀知道他们心中所念 所以 不知道他没有讲 他心中在想些什么 但是从佛陀 为他说什么 大概知道 这些人心中在想什么 大概这样 所以他就跟他讲 断此欲断此色 他其实是这样 他说有没有那种色身 恒常不便利的 他说没有 色是无常便利之法 燕鲤鱼灭寂寞 一般是讲燕鲤鱼灭尽 其实是这样 寂寞其实就是涅槃 灭也是 灭尽烦恼 得涅槃 如是色从本以来 就是这个色身 不管是你自己的色身 还是你所单恋 所爱恋的别人的色身 他都是什么 他都是 从根本 就是他一开始 他就是 无常苦便于法 那么 你不要去担恋这个色身 你自己的也一样 别人的也一样 为什么 因为这 他不断在变坏 你所 你所直取的 没有多久 就不如你所愿 就不是像你 不是像你之前 想象的那个样子 不管你是直取自己的色身 还是直取别人的色身 吴韵圣都一样 他现在从色身开始讲 那么你这样知道后 你因为 这个色身而生的烦恼 猪肉 烦恼 亥 就是你想要去拥有 占有 夺取 那么 自然 就是烦恼一直生 那么 因为 因为要夺取 怕夺不到 怕得不到 那么怕得到了 怕他失去 那么这一些忧恼 街西断面 因为你根本就不想要 就好像你要赚钱的一样 怕赚不到钱 那赚了钱 怕 怕人家借 怕人家抢 怕没有了 反正就是这样 那已经没有了 就更痛苦了 基本上 那你就没有 这样的烦恼 因为你 你不在意 你不在意 你就没有 因为他而不如意 其实是这样 那你像佛陀 为什么会这么讲 那肯定是这三个刚出家 心里面在想一些 年轻的事 其实是这样 好 我们先下课 那我 都会 我 偶族